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也越来越多 然后现在是业务容器 现在是10万家 应用接入是240个应用 这里应用接入和互联网的就是那个子业务域 是比较比较相似的 然后服务调用风值是200每天200多亿 然后服务服务调用量是10多亿 第二部分是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工行在飞目式架构短型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些技术挑战 整体上来说合一分为三类 一个是说在飞目式架构短型初期应用服务化的挑战 第二个是随着全面的微服务化和大规模的服务部署和调用 就是它那个规模化之后 然后对那个服务框架和注视中心的容量性能的一个挑战 网络带宽连接数的挑战 还有微服务框架内存cpu膨胀的挑战 第三部分是说从主机应用到那个飞目式提议建设 容来体系对那个两地三中心的部署架构面临的就是容来体系的 容来体系建设的一个挑战 比如说流量闭款 故障割离这一块 先说一下就是服务服务应用服务化的挑战应用服务的挑战 就是说企业级微服务关键的建设知情 嗯 最开始就是二 工号日程是基于2 5.9 能够开源大宝分支 对去进行拆检二次研发 建设了企业级微服务框架DSF 自研的服务网关 服务管理 服务监控 服务跟踪 日常巡检 服务框架内核功能扩展的优化 由欧币分流 一个注视通信内存压降 万级连接的高信统网络通信 单元化 开发 ID 插件 建设服务市场 然后 自研透明的服务网关实现ACP协议到IP协议的一个制度转化和服务路由 保证分布置服务与存量主机应用互联互通 这个图就是一个我们服务网关的一个架构图 就是左边的主机应用通过服务网关来调用分布置服务 随着前面的微化和分布式架构转型的逐渐催入 集群的规模越来越庞大 而应用的服务数量也越来越大 然后为此对那个注册中心的传统注册中心的压力也越来越到为此 我们引入了那个欧比接点 欧比接点对欧比接点我们做了一些配置上面的一句话 就是说欧比接点不在生成snapshot和那个四五日 同时对欧比接点进行一个分组 保证客户端的那个流量进行一个隔离 但是欧比接点其实就像一把少人件 一方面可以承担旋径接点和旋径接点的网络和CPU的压力 利益方面可能迎来了一个更大的灾难 就是说欧比接点上那个session容易超市 session超市之后注册中心会重新重新注册 频繁的推动导致那个消息方面会造成系统资源的消耗 和那个网络带款的一个占用 为此我们这一块又做了一个一个优化成绩 就是延迟订阅 就是说基于ZK卡拉斯就要订阅客户 延迟一段时间之后再进行一个lason的注册 然后数据的拉取 以后有了其他数据 最最后就是说通过实现一个延迟订阅之后 我们做了一个压测 就是说如果没有延迟订阅的话 就是这个是使用这个压测场景是100个 100个提供者和100个服务进行并发压测 推动的速度是80次 如果是延迟了100毫秒的话 推动速降到几乎降到一半 400次 这样的话可以降低网络带款的压力和那个 客户能系统资源的实用 这个就是说其实营入OB接连之后 其实我们又面临了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你的发生工程上 或者是或者是OB接连如果出现一个假使状态 假使假使之后OB接连 因为这个是我们真实的生产的一个案例 就是说OB接连出现了假使假使之后 它会推送一个空数据 或者不完整的数据 导致导致消费方面数据 数据失效 就是说导致了负载不均 或者是暴览就是找不到服务提供者 然后为此我们引入了一个注射中心 一个注射中心可以避免技术站 这单技术站的风险 就是说服务提供者和服务消费和不相同 同时注射两种类型的注射中心 注射中心一个是ZK注射中心 还有另外也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组件的一个 另外一个组件 这个组件也是一个注射中心来使用的 这一块就是说我们使用了 就是说开源中心 大宝开源社区里面有一个就是2.7的 27%引入的一个码堆协议 我们将将这个将这一块能力回签到了就是我们 工航里面第二次框架内 然后对此就是说通过使用Matic 也可以订阅数据合并 合并之后再刷新 应用缓存单个注射中心工厂 即使推了空出一个不完整的数据 也不会影响后面数据的有效性 这个这个独野问题这块是因为这个也是我们生成了一个一个就是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随着集群规模越来越大 然后应用的启动启动时间是越来越长 然后对此我们也对这个其中的时间进行一个进行深入的分析发现 就是其中的耗时其实有一点的耗时是耗时在 就是说注册中心的注册和订阅上 对那个注册订阅我们进行一个深入分析发现 就是说在ZK作为注册中心的这个场景下面 其实它可以不需要做就是可以出现一定可以可以采用读写分离这种方式的 就像读请求的处理逻辑从主线层中剥离出来 交由独立的线层处理 避免读请求的对击影响对写写情的响应 这样提高了就是CPU和内存的CPU和网络之间的利用率 对于是我们也做了个压测这个这个压测数据是 是在测试环境和生产上生产上性能没有提升那么高 性能提升的估计是十五十倍左右 十五到十倍左右 这个是这个是测试环境的压测性能是提高了三就是食盐 食盐是之前的三四公里 然后这一块这块是多点多火 这个是应该属于容在体系建设那一块的 就是说工坊的应用就是采用两立三中心的部署 然后其实它这个群群也是采用两立三 两立三中心的部署 鸡群之间是相互独立的 然后鸡群之间就是这个鸡群之间也没有数据同步 然后实际同层注册三三中心的音乐 就具备就应接入支持园区部署无损接管能力 园区内的接点故障自动实现隔离 然后圆区机的故障是实现就是流量的无数侵犯 就是假如家庭圆区坏了的话 流量会自动被外高血圆区所接管 然后前面前面我们说了就是说归文化之后 然后注册中心面的面的一些技术材料 这一块就是说随着就说归文化之后 其实在那个对对网络通信这块也面的一些技术材料 这个也是一个我们之前遇到的一个正常问题 就是比较有名的一个C10K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有一个服务提供方 他有七千多个消费方接连 如果他其中的过程中 其中的过程中消费方会频繁地进行一个电用超时 而提供方的那个失败次数是零 提供方的日志也没有就是业务处理 业务处理耗时是正常的 全是毫秒级的 然后对那个就是根据我们对那个日志 和电用连路意义我们照报分析发现 就是说在在网络传输上和那个业务无计处理上 的耗时全是符合预期的 而而唯一的可疑点就是出现在操作系统处理 或者那个是操作系统处理 以后能来的划约这一层 然后对网络数据抓包分析的时候 我们发现在网络连接 tb连接里面出现了大量的半连接数据 而半连接数据的间 半连接数据是由于 至于就是全连接队列容量不足导致的 因为在tb连接建立三次握手的过程中 就是说他有一个半连接队列 全连接队列 如果全连接队列不足的话 就会产生半连接数据 而消费方它是感知不到这个半连接数据的 也就是说正好 正好DSF框架 他们使用Net4 Net4的网络通信框架 然后正好遇上他们有一个bug 就是说如果消费方建立连接之后 他们是不会发生心跳的 不会发生心跳请求 也就是说消费方是感知不到这个连接问题的 为此就是说会导致能于频繁的超时 只有在手臂交易的时候才发生一个超时的问题 另外一个还有心跳的问题 心跳问题就是说 因为一个提供方有众多的消费方 在一个在一个心跳周期内 然后提供方会短时间内会收收到大批量的那个心跳请求 而心跳请求在消费方在提供方那边会导致报文的堆积 同时它也应用正常的业务报文的处理 为此我们对这个C410K问题的一个修复是说 在消费方提供方两侧把那个心跳 心跳请求发生心跳请求进行打散 同时延长心跳周期之前是20秒 现在延长的那个60秒 那么另外另外是说心跳 心跳报文不再进行一个序列化 然后把序列化这一块给就也给移除掉 另外就是说修复了Net4的那个就是Net4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它接连接之后 之前是不不发动心跳报文的 这一次就是直接发动心跳报文 能够及时感知到那个半连接数据这种存在 另外就是说还有一个EQ模型的调整 之前是直接使用JDK的EQ模型 现在是调整到Net的那个EQ模型 另一个是操作系统层面上的一个优化 就是说 之前我们在那个对操作系统的参数分析的时候 发现之前操作系统的参数 就是全连接对列那个容量是不太小了 之前把这个全连接对列容量进行调杂 调杂 经过这些优化之后 然后提供方的CPU 启动期间提供方CPU的那个峰值下降了百分之三十 然后再也没有出现那个交易超时交易超时的问题 前面我们说到了就是说规模化之后 ZK和那个网络通信的压力 其实在上规模化之后 内存内存这一块也面临着一些技术挑战 比如说就是说我们就是工行内部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服务 其实他订阅了2000多个服务接口 然后启动的过程中 在在启动运行运行的过程中 他对他最大的内存已经到了4.9G 可能现在 4.9G 然后对我们的对那个内存进行分析分析的时候 发现就是说在DoubleMonster这个对象里面 还有一个 Stats的一个对象 其实有一个其中一个有有个UIL 其实在工行的那个场景下面这个UIL在这个UIL对象 只用了其中的一两个之段 为此我们将那个UILUIL对象进行一个删减 另外另外一个就是Winwork和Delegate 这一块是这里 我们对这两个对象一个分析发现 就是说其中有一个是ProvideUIL的对象 这个对象在工行的场景上其实也没有使用到的 对这个对象我们直接删减删除了 另外是UIL属性的一个进减 我们都知道UIL就是DoubleUIL里面属性其实有很多的 在工方的场景中我们按照工方的场景 有些不需要的属性也进行了一些在三年 另外就是说还有还有几个就是说这里没有罗列的 还有另外两个就是说监控地址 监控地址的那个优化监控地址就是说在Mountain Fuilter中其实有一个有一段逻辑是 就是说从那个请求请求参数里面 获取监控地址 这个其实我们最终分析发现这个监控地址 其实它是和注册中心绑定的 就是说同一个注册中心其实的监控地址 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这次就是说在那个请求的UIL 请求的参数中只放了注册中心的地址 根据注册中心的地址 根据注册中心的地址 从本地缓程中拿出 拿到那个监控的UIL地址 还有一个就是说在工在工航的那个 这个DoubleW水工程中是关闭了KOS 这一块的功能 像那个KOS这块绑定的一个 就是什么Provide Consumable 这一块的内就是本地缓存 也把这一块给给埋化掉 其实埋化之后发现内存下降了很多 看到最最的是1.84G 这一块 嗯 前面我们 介绍了就是说 其实那个Zeknever3D 两中心的两地三中心的部署也是 总共体系建设的一块 这一块单元化就是基于 多力多力多中心的架构 和服务框架实现工房特色的 金融机单元环架构 流量单元内闭环 90%的流量和单元内处理 大幅建设跨单元跨地域的 调用啊 制动故障转移 目标单元故障 自动切换至备配单元 故障恢复后自动实时回切 透明的单元化调用 嗯 过往呢就是单元 实现单元化架构之后 然后 故障板景可以得 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 多力多中心的扩容 也更方便便捷 因为单元化可以自动接管 快速的允计处置业务成本 适配 就是说DSO 嗯 DSO服务平台运行面 是按照单元化进行隔离不熟的 控制面是统一的用户视图 然后呃 单 嗯 一个就是说 呃还有一个就是说 嗯 单元透明的服务调用 就是DSO新增基于slb的服务接连技术 发现 然后DSO具备单元录用能力 然后他 另外一块还有DSO具备单元自动接管的功能 就是说单元内 单元内他是采用IPC调用 然后采用的是一个一个注射中心 这就是呃 采用的是呃 做Cable和收法 然后保证了 双火高可用 然后DSO 其实他他是 就是他没有开通没有新增端口 他就让他通通端口双协议 既支持ATP调用支持RPC 呃 W协议 RPC调用 第三部分是这里会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工坊 现有的分布式提议架构 嗯 这是这块是工坊 现在整体的一个分布式提议架构 就是分为 呃 四部分一个是 基础支撑 基础支撑 研发知识平台 分布式系统运行支撑平台 运维 运维 运维知识平台 然后 接下来就是还简单介绍一下其中 几个模块 一个是分布式服务平台 分布式事务平台 分布式批量平台 然后分布式技术研发平台 还分布式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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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pra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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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服务架构的升级 就是框架内核的升级 还有一个服务治理 服务网络控制面统一 前两级流量控制 这一块我们正在和大博士区这一块合作 然后还有栽培体的建设智能运维 感谢丁老师的分享 就这块因为丁老师的PPT 我看下来应该是包含的那种非常全 基本上是把工航的整个微服务架构 都展现在上面了 但总体来说呢 咱们这个厂子的时间还是比较有限 它没法展开 就看大家有没有几个问题吧 因为我们整个厂子呢 时间上还好 比预期推迟了有十五分钟 所以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先问一下 看具体的问题我们找丁老师聊一下 有没有 我有一位 就是因为进入市场的话 一般都是两个 两个三中心的架构 就是那个两个三中心的话 就是咱们那边两个三中心是 双火架构吗 是是 就是服务间之间是可以 就是比如说 在两个三中心吧 那个比如说A的服务 A的部署到B 就是那个就是一个服务 就是一个服务的话 它不存在不同的地域 然后上边的B服务的话可以这种 可以的可以的 可以的就是说它是两立三中心的部署 比如说因为那个工航这边它是不两立是在北京上海嘛 对啊三中心 这上海那边其实是是有两个数据中心的 就是应用注册的时候 咱们说 就是分次服务这块 注册的时候它是 就是必须是同层注册 三中心订阅 就是说如果 就是如果请求 如果请求过来的时候 它们是优先 会优先录入到 就是说同注册中心的服务 这个一般的话 我们金融行业的话 要求是30公里 这个好像是有一个要求 但是可能是它是跟这个请求的 请求的延迟有直接关系 我想问一下 就是咱们这块 在我们搭过的过程中呢 就是刚才您也讲到了 有一些的关于那个请求的延迟的问题 因为交易的话 它有一个延迟的时效的 就这块 这块的话 咱们除了有一些内存的优化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的经验 就是说还是跟部署上 就是说如果对时效比较敏感的话 它是一般是部署在上海中心的 上海 部署在上海那边 西山起 就是说北京这边 可能就是说 就时效如果不是特别敏感 会部署在北京这边 好 行 好 非常感谢丁老师的分享 最后我再额外补充一点 就刚才上面丁老师讲的一些性能 包括内存上的一些优化呢 都是之前工行基于达博的二点几版本 应该是2.5或2.6的一个版本来做的一些优化 然后呢在之前我们厂子讲的达博三的版本呢 其实我们包括工商银行也好 包括社区的其他企业合作也好 就整体上这些包括内存战争网等等问题 在达博三的版本其实都已经解决掉了 并且呢社区也额外做了一些工作 应该总体的达博三可能在某些场景下 比那个工房内部的使用的这个版本 应该还能处于一个根工的状态 这个是一点补充 所以工房工房这边也正在准备升达博三 对对对 可能是你达博三 就是说 监容适配上估计我们现在处理比较大 对他们可能有些历史优略问题 就是达博捐了阿博其以后呢 那个首先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包名 已经是欧巴基点阿博其的这个包名了 他们那边呢还是com.aribaba的 所以呢这个有些API的问题会比较 推动阻力大一点